用晚餐了吗 没有 出门时还不太到晚餐时辰 你呢 你也没吃啊 那就让人把饭菜送来 今日都干什么了 扎同人 早上下午扎了好些时辰 以前乔大夫给人针灸 总觉得轻飘飘的 虽心中也知道 学起来肯定难 但没想到这般难 你应该不是遇到点困难 便打退堂鼓的人 扎了好些时辰了 酸疼吗 还好 谢昭昭看着云琪的脸 不知不觉间出了神 好看吗 这饭菜怎么还没来啊 你饿的话 我让人去催 你方才一直盯着我看什么 我 你什么 谢昭昭忽然朝前一凑 在云琪唇上碰了一下 盯着看你的唇 你唇心很好 漂亮 不是说要人去催饭菜吗 我真的饿了 你别只说不做 我昨晚回家之后 放在谢星辰那边的眼线来禀报说 他们母女回去之后 便哭到了一阵子 似乎隐约说梁王讨厌紫色 可是先前谢星辰打开来的消息 是梁王喜欢紫色 还专门选了一套紫色衣裙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让人骗他呢 梁王叔的母亲为爱紫色 因为杨角峰那病 丁狂是失去控制 自己装珠子死了 死时也穿着紫色 所以他恨女子穿紫色 我前几日忙着姐姐的事情了 谢星辰这边便没用心 谢谢你帮我盯着 这么千万 你刚才说我纯性好看的时候 可没这么千万 那以后不见了 好了别拼嘴了 陈叔兰 你到底怎么办 你在宴会上都那样不收敛 圣上和太子必定不高兴 对我和谢家的印象 只怕更差了 少安勿躁 黄爷爷和父亲 现在被三皇叔弃得够恰 没空对你和谢家印象差 但这件事 始终是悬在头上的剑 随时要掉 就怕梁王 再在中间挑拨 他没机会了 因为我已经打算先挑拨他 你是说 挑拨梁王与周王 不错 谢昭昭是活了两世的人 自然知道周王心怀鬼胎 前世周王极为懂得引导明星 便利用天灾人祸 让明星倒戈 最后给梁王送上了一杯毒酒 你打算怎么挑拨 你已经有法子了 对不对 给我说说吧 我们一起参想一下 楚南轩 就是影子 他是周王的人 也为梁王办事 也有走在他们兄弟两人之间 并且 他还有个极为隐秘的身份 什么身份 你不知道 不知 你就惦记着喜欢你的轩哥哥了 也不留心一下 他的不寻常 你好好说话 我如今听到他的名字都要上呼 你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嗯 他母亲杨夫人 其实并非什么前朝郡主 而是公主 臣弟最小的女儿 风厚柔江 谢昭昭脑中嗡嗡作响 前世 谢昭昭在楚南轩身边时 隐约瞧着杨夫人有些蹊跷 好多习惯 还有见的一些人都是前朝旧人 但想着他本就是前朝郡主 也并未多想什么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那你都知道什么 只惦记着吃雪玲珑 还有做我了是不是 看着我做什么 瞧你这隐身 这回可不是看我穿行 你还想走我 我现在可不会随意跟你走了 只有我欺负你的份 谢昭昭眼底浮起润影 一双水雾样的毛子湿漉漉的 我 我说错话了 你现在要是坐我也可以 给你走 准时不许打脸 忽然扑入云气怀中 把他尽瘦的腰环抱 赵昭 阿琪 我说心中有数 便是一切尽在掌握 你不必担心楚南轩 也不必担心陈树兰 我年底必定娶你 言出必见 今日是九月初十 还有三个月又二十天 礼部准备集服的时间都不够 事业敢攻是够的 云气低头 吻了吻谢昭昭的额角 怎么 不相信我 信 你是无所不能的 我不信你 信 他的话音 消失在云气骤然落下去的稳坚 你自然得信我 可 我也想做点什么 你做明事 我帮你兜着 说得我好像经常闯祸和坏事 我是那种人吗 不是 你是极厉害的人 我说错话了 听黑了 今晚南街有夜市 要去逛逛吗 你什么时候说的路汉丘 走了 走吧 你早计划了要去逛夜市吗 原本是打算去夜市吃点杂西杂粑的 便当做是晚餐 我们小的时候 随君在外面 每次到了大一点的县城附近住扎 便总喜欢进城去改喵会逛夜市 是啊 京城的夜市我们没逛过 今日转一转 这些事情不劳母亲担忧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你这孩子 你自己怎么想办法 不管是梁王还是楚南轩 还是大方那两个贱人 都不是好对付的 我清楚 母亲就安心吧 我心里有数 都是哪能安心呢 还要追问他到底打算怎么办 结果谢星辰离也不离 日落之后直接离府 谢小姐 不是小人不帮你 实在是我家将军 今日不在府上 我来了几次他便几次不在府上 前几年可不是这样的 我把话撂着 今日见不到楚南轩 我就冲到楚家门前去 掌柜的是明白人 也该知道我与你家将军的关系 你也应当明白 我如今被刺婚良王 马上缴完婚了 我要冲过去 将事情闹大 看你家将军 到时候如何收场 谢小姐 你自己找死 你也不要带上我家将军的 谁叫掌柜的敷衍我呢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 反正我身后有谢家兜着 捅破了天也不怕 掌柜的 你要不要试试 将军出门了 当我是傻的不成 看来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将军真的出门了 谢小姐 小人哪敢骗你 去哪了 这小人哪里知道 只是说 往南街方向去了 刚出门一会儿 南街 恶不恶 有一点 那就军名去买的小龙包 发现你今日老在看 我脸上有花呀 还是你揣着什么坏心思呢 你看他是谁 谁 不远处 有两个地痞流氓 再欺辱一个女子 就在这时 忽然有个英俊挺拔的男子 将贵妇小姐护在身后 男子轻而易举 解决了所有流氓 小姐 说情笑了 还好 多谢公子相救之恩 还望告知性命 也好让小女子报答 只是举手之劳二义 不足挂齿 这南街虽然热闹 但是龙蛇混杂 小姐还是不要再次处逗留 早先回府去吧 好 可是那些流氓 刚才走失眼神凶恶 会不会回头来找咱们报复 清词会又不在 住口 弟子不懂事 让公子见笑了 无妨 其实京城并非治安混乱 今夜之事也只是意外 不如这样吧 我正好无事 便送姑娘回府 你看如何 劳烦公子相救 已经欠下公子的恩情 怎么还能劳烦公子相送 公子说的对 这京城治安一向很好 刚才的事情应该只是意外 多谢公子好意 小姐啊 干嘛不让他送 万一遇到危险 哪里有那么多的危险 我们出来大半晚上都没有危险 清词刚走就有了 这世上的事情可真是巧了 小姐的意思是说 那几个地痞是人安排的 多半是 你们可知 方才救我们的年轻公子是谁 是谁 楚南轩 谢家七小姐的未婚夫 不过如今婚事快黄了 我又和定西王殿下有牵连 你们说 他现在这么巧跑来救我 图什么呢 小姐 怎么不在原地等属下 遇到点小麻烦 这不是在等你了吗 我看到那边有套圈的摊子 我想套点好玩的 好 等会儿若小姐逃不中 那属下帮小姐套 好 这可是你说的 等到了那摊子前 买了两种竹川之后 陈淑兰丢了几个都套不到 便要求轻辞帮忙 但又不把圈子递给他 我要是给了你 你来帮我套 那岂不是你套的 而不是我自己套的 那还有什么乐趣啊 那小姐的意思是 你不懂 就以前 我们在府上那样套 你装不懂 可是 那不合规矩 属下不敢见远 以前在府上时 他捏着陈淑兰的手腕 玩过套圈 可那时候他还小啊 现在哪能那样啊 扫兴 回府 看起来 陈小姐和他护卫 关系匪浅 他叫沈青慈 中山王打仗的时候 收养了孤儿 之后便放在陈家 守卫家产 姓名都是陈淑兰给取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他与我而言 算是个党路士 既要解决他 自然要先了解他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说是不是 安心吧 就算黄爷一心想赐婚 这位陈小姐 也未必见得乐意 楚南轩分明是想和陈淑兰搭上线 又要做点什么 着实可恨 的确 他逍遥的够久 另外一边 谢星辰 隐在人潮之中 结果便看到了 那英雄旧美的一幕 你怎么在此处 出来转转 不想竟然约上你 南轩 你陪我走走吧 我心情不好 好 我们找个地方坐 南轩 我不想嫁给梁王 我害怕 这件事情 已经成了定局 不是你我能改变的 是我对不起你 当年观音地 我去的完了 梁王已经对你 我怕你知道真相 想不开 所以才什么都没说 这些年来 我也一直懊悔 我把赫尔当 亲生的孩子疼惜 只是水路大会的时候 赫尔突然出现 圣上不知怎的 就查到了当年的事情 当年观音殿 只有他们三个人 知道真相的 也只有梁王和楚南轩 楚南轩不说 圣上怎么可能 知道孩子是梁王的 他可真是会说话呀 怪不得自己 这些年都被他 哄得心服口服 我知道你的难处 这都不是你的错 是谢昭昭 一切都是谢昭昭 那个贱人 还有定性往做的 我们都是受害者 不错 都是他们 害得我们到 现在这个地步 星辰 你先好好嫁给梁王 等我想办法 我一定会救你的 可我不清白了 你救了我 还会要我吗 自然 这都不是你的错 五年前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如今又是我 害你陷入这等地步 我怎会不要你 南轩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爱你 只要你别不理我就好 楚南轩感受着他的眼泪 心底竟然浮起几分愧疚了 但终究只有一点点 那愧疚很快散了开 消失无踪 你出去了 你看样子也出去了 去见定心王 你现在和楚南轩的婚约还在 就如此迫不及待 投到旁人怀中 这么不守复道 也不怕外面的流言淹死 我和楚南轩男未婚女未嫁 我要做什么 也和她无关 说起不守复道 你应该比我更适合这个词 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旁人不知道你的那些阿渣事 外面的流言也的确淹不死 你马上就要飞上枝头了 只要梁王殿下不介意 你未来平步清云呢 谢周周 你不要得意 恼羞成怒了 别啊 怎么聊不起天了 以前 姐姐不是最喜欢找我聊天了吗 你不来找我 我还真挺无聊的 别把自己闷在屋里 要多出来走动走动才行啊 不对 你马上要嫁人了 现在还真不好夺出来走动 应该在府上好好修一修 富德 富荣 富工 他日到了梁王府上做侧妃 可不能这样满脸怒火的 否则梁王肯定不会喜欢 那你的日子可就不太好过了 谢周周 你 时辰不早了 我得回去休息 你也别在这站着了 免得旁人瞧见了指手画脚 毕竟这么晚了 你这位准梁王侧妃还在外面 那可真是影响名声 小姐 休休气 休休气啊小姐 大理寺在追查陈渝的死因 是查到了什么 那天的时期 照理说不应该查到什么才是 一开始是没查到 叫结案 暂时三姑也知道了陈渝的死讯 暗中去了大理寺一趟 如今这案子又翻出来重新查了 知道了 大理寺到最后依然不会查出什么来 国色天香楼附近的人也撤回来吧 小姐就这么肯定 大理寺一点都查不出来 查不出就是查不出 去休息吧 大理寺清 杜汉秋又是云奇的人 这件事情又怎么会一路往下追查下去呢 不是说有个可用的 怎么又说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 原本底下的楼里的确有个姑娘 叫陈渝的 和苏向阳有个婚约 那姑娘千里跋涉到京城来 看苏向阳成了婚 就使了各种手段 还花了卖身的银子 买了苏府大夫 谋害谢三小姐的性命 小人瞧她 是个很辣的 能用得着 便叫妈妈去联络招来 谁知她那晚 去见苏向阳 之后忽然落水死了 是意外吗 按照大理寺验尸的情况 是意外 不过 听国色天香楼那妈妈的意思 陈渝是从江南来的 懂些水性 落水的事情很蹊跷 哦 那这就是被旁人杀了 可能是谁 有头绪吗 谢武和谢招招 前些时日 去过国色天香楼 见过陈渝 陈渝和苏向阳 见面的那座画坊 前一日 也有定希望的人出现过 这么说来 是云奇了 这为何不会是谢武公子 和谢七小姐 他们都不是要人命的主 可云奇不一样 只要招惹了她的招招 要害谢家人的 她都不会手软 只是失了这样一颗棋子 有些可惜了 小卒子都算不上 没什么可惜的 不过这几个月来 云奇手腕太灵力了些 你吩咐底下的人收敛一点 是 另外 三皇兄成婚的大礼 要好好准备 小月牙 月月 你好丑啊 都说展开一点就好看了 你怎么还是这么丑啊 我要是小月牙 我得给你好几个白眼 她可是你生的 说她丑 那不就是说你自己丑吗 也有可能是她爹爹丑 她呀 遗传到了爹爹那边的基因 所以丑成了这副 看不了的样子 姐夫可不丑 听说 我生产的时候出了小岔子 多亏了你 才没有闹出大问题来 嗯 有个医术不经的大夫 是被人买通的吧 姐姐 你知道 陈瑜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只是大夫的事情 我也是这两日 才听刘嬷嬷说起的 你姐夫以为我不知道罢了 我还在琢磨着 要不要让你姐夫 把她接到府上来 到底是人家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我只是一个后来者 这俗府多养她一个 也是无所谓的 可谁知我还没有提起 她却是沉不住气了 还在府上安了钉子 如今她死了 你姐夫每日魂不守舍的 一个劲的要追查死因 还要瞒着不让我知道 可真累啊 对了 听说梁王的婚期定了 家里现在怎么样 我与娘自然还是老样子 只不过 宜兰院那两位就不太好了 据说母女还起了嫌隙 有一段日子没好好说话了 哦 亲生的母女也能起嫌隙 当然了 血脉亲人之间 未必就不会产生怨恨 而且很多时候 一旦开始怨恨起最亲的人来 往往比怨恨外人时 更加不讲道理 有道理 听说他们母女中饱私囊 拿了家中许多银钱产业 你拿回来多少 收了个宅子 几千两吧 那岂不是收回的只有一小部分 这如今她要出嫁 还得给她准备嫁妆呢 嫁的是梁王 怎么着 得二十台以上吧 这嫁妆 是梁国公府的体面 务必得准备得妥妥当当才是 你可真是个机灵鬼 小姐 都按照您的吩咐准备好了 吃了多少银子 一百两 那婆子 一个月的月钱才不到二两 这一百两 她几年都赚不到 一口就答应了呢 奴婢当时蒙着脸 只露出一双眼睛来 给完她银子 就故意和那娇夫说话 她果然就在后面偷听了 现在啊 她必定以为奴婢是七小姐身边的人 到时候东窗事发 也只会查到七小姐身上去 办得不错 没道理我这般奇惨 却叫他们好端端的看信 定要叫他们也丢进脸面 狗腰狗 一嘴毛 今晚巡逻的人似乎多了些 明日就是婚礼 到时候送假的宾客不少 今晚肯定要守好了府宅 确保明日一切顺利 怎么样了 成了 大理寺那边也传了话 明日一早去办那件事情 请小姐安心 辛苦你们了 今晚早点休息吧 是 不过小姐 最近宜兰院那边 稍微有点蹊跷 那你进来说吧 是 双婿最近出府很频繁 有时是去买糕点 有时是去买针线 但她是二房那边 谢星辰最新的过的丫头 也是要陪嫁到梁王府去的 买东西这种小事一直叫她出去 着实是奇怪了些 的确 这样吧 你悄悄将人提到我这里来 我来问 是 这么晚了还将你叫来 属实是不好意思 不过 我有件事情 需得你为我解惑 也只能半夜打扰了 小姐 想让奴婢解惑什么呀 你最近老出门 真的有那么多事情可办吗 你不然与我说说 你都出去办的什么琐事 我最近都没见着我那二姐姐 也好了解了解她 奴婢没办什么呀 就是买了点琐碎的小东西 哦 买什么呢 买针线 买糕点 还有文房四宝 一些嫁妆还没有补齐呢 所以 奴婢出去补这些小东西 哦 这样啊 五百两 只要你说几句实话 我知道你还有个弟弟 如今要读书了 你若肯告诉我实话 我可以帮他安排一下 你为这事愁了好久了吧 只是我那二姐姐 如今忙着自己的事情 哪能顾得上你啊 等他去了梁王府 恐怕更顾不上你了 你弟弟年岁不小了 再不安排 可就要错过了 季小姐这样的人物 怎么会知道奴婢的家事 我自由我的渠道 宜兰院里的事情 我都了解 我还知道你 一直帮你家小姐 和楚将军传信 快六年了 奴婢没有做对不起 季小姐的事情 奴婢只是传信而已 我当然知道 对不起我的事情 是我那二姐姐做的 你不过奉命行事 哎呀 我这般好言好语的 和人说话 如今真是极难的 上一次相遇 冲撞了我是什么下场 你应该听到过啊 奴婢都告诉 求欣小姐 求欣小姐饶命 聪明的丫头 说吧 你最近出去 到底是忙什么了 这一夜 梁国功夫 寂静无比 第二日早起 那宜兰院内 谢星辰某时刚过 就起了身 由着宫里的嬷嬷 和喜娘梳妆打扮 即时到 喜娘出门 过了今日 谢昭昭开罪皇家 永远不可能和自己一样 嫁入皇家 奇教 谢星辰被摇了好一段路 勉强坐稳的时候 气得脸色铁青 见诺 等我说了梁王府 坐稳的位置 看我怎么证知这些人 今日是三弟的大日子 无特来贺继 哪个侧妃而已 说不是什么大日子 多谢大哥上脸 进去说话 好 三弟 及时到了 行礼吧 是 一拜天地 整个三拜过程中 他神色都没什么变化 也几乎不见喜色 仿佛行礼 便是完成一份旨意 大家约末都能猜得到 他对这位新色妃啊 是不太满意的 殿下 您还没有掀盖吧 本王要干什么 还需要你来教 先前的礼数 不过是看在太子的面子上 如今进了房 本王想做什么 便做什么 至于你 最好闭上嘴巴 安分守己 梁王哪听的废话呀 一甩袖便走了 谢星辰只觉得委屈至极 但想到今日宴席之上 可能发生的事情 眼底闪过一抹阴沉的冷笑 梁王直接入了主桌 喜宴上的其他人 也一切向好 宾主敬欢 忽然之间 不知何处 传来扑的一声响 大家皱起眉头 相互对视 视线最终落到了 楚南轩的身上 又是一声 接连又是两声 并且这两声 比之先前更高 更响亮 一股异味 在席间开始穿梭来去 梁王捏紧了酒杯 正要发作 忽然间 不知是谁又扑了一声 又沉又闷 接下去 楚南轩那个桌上的 其他武将有人失控的 孤枯出声 其他好几个桌上 陆续也传出 扑扑之声 一时之间 整个喜宴扑扑之声 此起彼伏 都怎么回事 若一人身体不适 略有些失控 还说得过去 这么多人 同时身体不适 那就有些蹊跷了 不错 盯人是这席上的东西 有点什么问题 三皇兄 立即叫人过来查一查 来人 殿下 太子殿下 稍等 小人立马去查 马上 马上就去 如此 这席面上臭几群天 自然是待不下去了 皇侄 你觉得今日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算上这一次 我只来过皇叔府上三次而已 皇叔府上发生的事情 有什么前因后果 我又如何知道 太子若有所思的看了云启一眼 片刻后又默默收回视线 查到了 怎么回事 回殿下 是郡主 什么 谁 是府上的小郡主 有仆人看到早上天不亮的时候 郡主在酒水里放东西 你说是云山 谁有此理 将他给本王带过来 滚进来 父亲 父亲 你好疯 父亲 你不喜欢杀儿了 你肯定娶了坏女人 都在给你生孩子 你就不要杀儿了 闭嘴 现在我问你话 你老实回答 不然就把你关起来 听到没有 听到了 管家说你在酒里偷放东西 为什么偷放 他们说父亲娶了漂亮的新娘子 以后还会有乖巧懂事的弟弟妹妹 就不会再要我了 谁们 夏儿 厨房到 他们还说我是个傻子 是个小疯子 好人嫌 殿下息怒 小人立马就将厨房那些贱奴 全部都处置了 殿下息怒 善儿 你可还记得我吗 认得 前几天我见过你 你是太子伯伯 你也来我家做客了吗 你告诉太子伯伯 你给酒里放的东西 是谁给你的 东西 是个婆婆 我偷她的 我看到那个婆婆 把那个东西抹在杯子上 然后还在那嘀嘀咕咕 说什么 喝了能放屁 还说什么 要小心处的难看 哪个婆婆 你还认得吗 认得 她是这样走路的 她说 抹点东西就赚一百两 太划算了 我想她肯定没见过银子的 她还说新娘子既狠姓楚的 什么有一腿 还说父亲是绿皮乌龟 贱奴 把那个贱奴给本王拿下 好好拷问 慧殿下 那个婆子已经死了 死了 掉进井里淹死的 刚刚才发现 我推的 她活该 谁叫她要说父亲坏话 还有那个新娘子也不是好人 破鞋 破鞋 新娘子 姓楚的 绿皮乌龟 难道这嫁进来的新侧妃和楚南轩 有点什么首尾 云其双手复后 心底一片笑语 谢姐姐这手段不错 点到极致 过犹不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堂堂亲王纳妃的喜宴上 一群兵客放连环屁 搞得整个喜宴臭气熏天的 梁王的面子呀 全没了 应该是有人看梁王不顺眼吧 梁王嚣张跋扈 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 有人趁着这个机会整治他一下 也正常 可是 他可是梁王 身份尊贵 又有兵权 谁敢整治他呀 或许有人吃了雄心抱胆 就是有这个胆子 反正和咱们也无关 咱们只当看了个热闹便是 这都是 你刚才看到你二婶的表情了吗 不走正道 活该遇上这等被人踩脸的事情 想来这件事情 要在京中传好些日子 看他在府上 还怎么好有脸出来惹人闲 你让雷心找些人 将近日的事情稍微引导一下 尤其是楚南轩和谢星辰之事 但务必要手脚干净 一定不能让人抓住把柄 奴婢明白 小姐 刚才大理寺那边传了话来 今日一早便去查封了莫宝钗 小姐要的东西已经松了出来 都封存好了 只等小姐前去 是了 陆汉秋办事 一向快准很 不急过两日风声烧散一些 我再去请 夫人 莫宝钗被查封了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情 被谁查封的 就是早上天不亮的事情 是被大理寺查封的 现在里面的伙计都被下了大狱 里外都是大理寺的官兵守着 他们 他们怎么敢 那莫宝钗可不是个随便卖文房四宝的地方 那是他存银子的金库啊 大理寺的人莫不是疯了 竟敢封他的地盘 好 让你疯 等过两日 要你原封不动的给我还回来 谢行臣心情七上八下了一阵子之后 逐渐恢复了平静 想必楚南轩出了大丑 在大庭广众之下出这种丑 未来几年 他都未必能在外人面前挺着腰杆说话了 想想那种场面 谢行臣就觉得解气 哼 他如此凄惨 成为众人笑比 必定追查 这一追查 却发现是谢昭昭叫的出丑 也不知恼怒成什么模样 又会如何对付谢昭昭呢 而且他还是在梁王辅出的手 把他拖走 放手 你们干什么 我可是王爷的侧匪 放开 谢行臣立即运气 整个人被丢在冰冷的地板上 这事你不要生南轩的气 他这几年和谢家二房小姐一直保持距离的 他们哪怕在床上 从早滚到晚 本王都懒得理 但如今叫本王如此丢尽颜面 本王绝对不能轻饶 可这婚事是父皇赐的 谢行臣还有孩子 不一定生了孩子 就能做孩子的母妃 德行不佳的母亲 哪里有教养孩子的资格 孩子放在母妃那里就很好 可是 她是梁国公俯杀二房的正经敌女 你若对谢行臣下手太狠 谢公那里恐怕不好交代 进了梁王府 便是梁王府的牛马 生死都是本王一句话的事情 他能怎样 本王还没怪他管家不严 叫出这等贱负 如本王脸面 谢行臣和三哥 好歹也是有过些牵扯 你便算是看在陈帝的面子上 不要动太大的干戈 若你动静太大 无论是谢家还是父皇那里 肯定都会对你不满 那你说怎么办 稍安勿躁 那谢行臣 怎么说现在也是你的策费 你关一关便罢了 别下狠手处置 此事父皇不会错事不管的 你要是先动手 处置的太狠 没准还弄巧成拙 好 听你的 楚南轩原本是一招好奇 如今倒是废了个彻底 还要摆在本王面前 时常来恶心本王 的确 原本因为楚鹏城 当初救过宣武皇帝姓名 楚南轩在宣武皇帝面前 圣宠极农 又是梁国公未来爱戌 可谓是风头无两 现在倒好 先后因为军械和孩子 卷入党派 还和谢行臣 扯出不清不楚的事情来 可这个人 是他经营了这么多年的 就这么断送 周王实在不甘心 不如让他到远一些的地方 避一避风头 等京城稳定些再回来 到时候再回来 哪还有当初的利用价值 十二弟 你就是太过人善了 废其该起 此事牵扯的面有些广了 而且你和那谢二小姐 这些年的确是有些不清不楚 外面的人说的会声会色 流言不止 现在本王 也不敢轻易插手为你求情 只能看父皇的心情 是殿下 末将为您奔走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有苦了 您如今 是要做事不管了吗 并非不管 只是情况复杂 父皇震怒 这样吧 你寻个机会入宫 祈求父皇 你父亲当年救驾有功 父皇亲赐过楚家 免死铁券 他不会真要你的命 但你在京城已经没了礼俗之地 父皇看着你 说不准便想起你损害皇家颜面的事情 你再难得到重用 本王建议你趁机停止离京 到边关待一段时间 本王会在京城尽力为你斡旋 等你在边关建了宫 本王就想办法请父皇招你回来 到时候时过境迁 没有人会记得如今的这件事情 只会记得你有多大的功劳 是朝廷的功臣 看来只能这样了 去吧 早些找机会入宫 别等父皇发作起来 可就晚了 总是培养了这么多年的棋子 再怎么是废棋 我也舍不得弃 殿下人后 梁王殿下 便不会这么想 三哥只看眼前得失 我会想得久远一些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琢磨 眼前都不再自己掌握 老师算的那么久远真的有用吗 肯定有用 这个楚南轩不是普通的武将 只他背后的身份 就值得殿下多些耐心 这个楚南轩可不是个好相遇的 他那母亲心机深沉 不然怎会盯上谢家 这么些年还将谢家哄得团团转 要不是云旗回京抢亲 接二连三 楚南轩出世 如今谢家都在楚南轩手上了 不过还好 他接二连三的倒霉 倒是只能暂时靠着本王了 谢星辰被丢在柴房一关就是三日 感觉过了好久好久 他终于被带进房间 丢到了床榻上 侧妃醒了 吃点东西吧 是嬷嬷给我请的大夫 有劳嬷嬷了 这里面是些不上台面的手势 劳烦嬷嬷帮我规置一样 这有看得过眼的 嬷嬷只管拿去 全当我孝敬 既然娘娘这般说了 那老奴自当遵命 来人 你们将这些箱子打开 好好规置一下 有个婢女啊了一声 其余的婢女 也声音有些不对劲 嬷嬷 你怎么不让他们动起来 侧妃娘娘的这些东西 他们哪里拿得懂 须得叫外面的侍卫进来才行 什么意思 当侍卫搬起那箱子里的大石头 站在屏风外面的时候 怎么会呢 为什么不可能 侧妃娘娘原来喜欢玩石头 这爱好真是奇特呀 这些石头孝敬老奴 老奴可销售不起呀 娘娘留着自己玩吧 侯秀人约好了吗 约好了 请凤楼见面 那好 咱们这就出去 被谢昭昭等待的云琪 此时正立在太子书房内 平静的回太子的话 并不是 吼 朝中大多人都觉得 这件事情有理由有胆量 且能办成这样的人 非你不可 云琪心底表示冤枉 这事情还真不是他干的 但不得不说 谢昭昭做事干净利落 虽然 过程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当真不是你 不是 如果是我做的 我必敢做敢当 不用遮掩 儿子在父亲眼中 原来竟这般没有可信度 当真叫我伤心啊 三皇叔在婚宴上的事情 确实与我无关 那是谁 孤不信云山就那么凑巧 办了这些事情 难不成是 谢昭昭 虽说 不太光彩 但还算有用 你这事 我不管了 以后也不会过问 你自己看着办吧 有点分寸就好 明白 父子两人又说了点 朝堂上的事情 太子忽然咳嗽了好几声 夫妻身体不是 可找太医了吗 为父这是老毛病了 每到春寒秋凉 就会这样 这些啊 你不用管 你顾好你自己的事情就是 父亲身负江山社稷 身体安康是大事 务必要随时注意才好 衣鬼苗先生就在心中 请他为父亲看看吧 有病治病 无病养生 总不会错 行 成了你这份孝心了 谢昭昭等到日暮降临 没等到云旗 等来了陆汉秋 殿下还在东宫 怕是要晚些时辰才能来 有事了吗 太子身体不适 请了大夫帮忙看诊 哦 那的确应该注意 陆大人可将东西带来了 是 这是钥匙 东西就存在南街一间 茶坊后堂的库房里 七小姐可自行派人去取 那些东西本官未动分好 多谢 谢昭昭又等了云旗一阵 没见他来 便索性留了个话 说下次再会 库房打开 里面七只闺墓大箱子 满满的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 都是从墨宝斩缴来的 孙秋 你这几日不必跟在我身边 将这些拿去换成黄金和银票 存在四海钱庄 不要再一亏了 要尽快办好 不好办的就找雷星帮忙 好 属下明白了 这里墨汁气息怎么这么重 是这样的 咱们隔壁是书方 隔几日便踏些画本子 因此才有这样重的气息 楚南轩啊 你真的叫朕失望头顶啊 皇上 微臣真的是被冤枉的 微臣真的和谢星辰没有 没有思想 真的没有 住口 你当真是傻的不成吗 这些人字字句句 还有你和谢星辰的定情戏物 通过的信件 你还狡辩 你既求了和谢小七的赐婚 有暗地里和谢星辰不清不楚 还有那个孩子 你到底暗的什么心 朕这些年啊 念着你父亲彭城将军 对朕的救命之恩 对你多加提携啊 你却如此细说皇家 细说重臣 你该死啊 来人 把他给朕拖出去 打入天牢 臣是冤枉的皇上 臣真的是冤枉的 皇上明强啊 老臣该死 这家不言又失常 你还知道 老臣知罪 事情搞到如今地步 不但损害皇家颜面 还惹皇上如此生气 请皇上从重致罪 老臣一死无妨 只求皇上保重容体啊 你功在社稷 朕要你的命 岂不是含了老臣的心 老臣羞愧啊 打得了千钧万马 却管不住宅院的那点锁事 你退下吧 皇上 请不问罪于我 此事 若是叫朕心犯啊 朕现在不想看到你 谢威心了口气 也不敢多说 叩手之后便离开了 陛下 莫为了这些琐碎的事情生气 朕怎能不弃啊 就给梁王赐个侧妃而已 竟然牵扯出这么多的事情 皇家的脸都被放在地上踩 这其实也不怪谢公啊 朕知道 谢威的忠诚毋庸质疑 能力更是不俗 谢家长子次子都在边关助手 也是少有的猛将 如今就被谢星辰这件事情 搞得宣武皇帝也为难起来 他若不处置 难消心头火气 若处置 这其中轻重 还需仔细斟酌 看着宣武皇帝 手指着额头 眉毛紧拧 大太监也不敢再随意说话 只劝解帝王宽心 保重龙体 小姐 杨夫人来了 楚南轩的母亲 嗯 就是 现在夫人在和她说话 看起来不太客气 好歹也是十数年相识 你家小七和我家南轩 更是青梅竹马 定亲也这么多年了 为何要落井下石 污赖我儿和谢星辰 污赖 你儿子要不勾的谢星辰 留下那些证据 我们怎么污赖得了他 分明是你们想判高枝 是你们不想履行婚约 所以才诬赖我家南轩 我们判什么高枝 谢星辰身边的婢女亲口所说 还能有假 谢星辰那婢女 早就落在你们手上了 她说什么做什么 还不是全看你们的眼色 当初也是念着我夫婿和谢公的同袍之情 这些年才一直相交 还定下婚约 如今欺负我孤儿寡母 无人撑腰是不是 所以你来要干什么 就为嚷嚷这两句 你想嚷 我还没空听你嚷 来人送客 夫人这是什么意思 要对我家夫人动手不成 我自己的家里容不得别人登堂入室 要么自己走 大家都体面 要是不走 还在这里胡言乱语 就别怪我不客气 请慢 我今日前来 并非只为说这些 还有旁的事情 直说 当年圣旨赐婚之后 我楚家曾送过一只匣子给你谢家 与做定亲信物 如今你们既然翻脸无情 烦请将那匣子还回来 还便还 娘 你来得正好 你既然无心嫁给轩儿 便将东西还来吧 我们的婚事是圣上亲赐的 娶不娶嫁不嫁 本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主的 不过看夫人这语气 大概也是不想履约了 这婚约早就名存实亡 我们都心知肚明 如今何必把话说得这样漂亮 将那匣子还来吧 从此你们谢家和我们楚家 便没干系了 一只银凤钗 倒是让夫人专门跑一趟 真是难得 就算是一只木簪子 那也是南轩送出去的 以及无心与他走完后半辈子 难道不该将他的东西还来 该 当然该的 方才听到杨夫人过来 我大概就知道您是为这个而来的 所以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还有一些东西 我也是要原封不动的还回去的 不必了 这些年两府之间的交情便到此为止 怎么可以不必啊 我和楚南轩相交这么多年 他送给我的除了这个还有别的 今日我便会还回去 至于我送给楚南轩的 也请杨夫人替他还给我吧 什么 谢昭昭一挥手 香柜立即将一张纸送到杨夫人面前去 这里有个单据上面列得很清楚 哪些是楚南轩送我的 哪些是我送他的 我会马上派人整理好所有东西 也请杨夫人准备好 杨夫人旨意扫那单据 脸瞬间绿了 楚南轩这些年送谢昭昭的 除了那匣子 便是一把宝剑 两套头面 也都不是贵重物品 但谢昭昭送给楚南轩的 却有保甲 奇药 兵器 发官 衣衫 并且后面还专门标记 发官和衣衫 折算了白银合计一万两 发官和衣衫 他都已经用过了 杨夫人总不至于拿旧东西还给我 您好歹是前朝郡主 身份贵重 必定不可能亏了我这样的小辈 您说是不是 至于他送给我的 我都收藏得很好 也没有用过 不过 想来杨夫人也未必信 这样好了 你也可以折算银子 咱们抵扣一下 看看楚家该还给我多少 戏招招 真没想到 你是这般斤斤计较的 仿如钻进前眼之中的女子 是块丑陋 不是你先来要东西的吗 怎么 只容领你和别人算账 不能叫别人和你算账 杨夫人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咱们都清算好 一并还了 也省得以后还得见面 相看两宴 杨夫人 您说是不是 你要一万两 对 还有我送给她的银叶宝甲 回风枪 碎心锤 流光剑 至于伤药 我知道她都已经用完了 当初她受伤也是因为战事 这些便不需要还了 杨夫人还是快些回府上去准备吧 准备好了也不必再亲自过来 太个人送来就是 我谢家必定将杨夫人要的东西双手奉上 你们等着 很快 哼 话落 杨夫人带着自己的人气愤离去 赵赵啊 我看她不会拿银子出来的 她会的 嗯 为什么 因为信物很要紧啊 必须要回去的 一个素银簪子罢了 有什么要紧的 娘姐等着吧 她一定会拿那些东西来换 并且会很快 因为那匣子里不是只有素银奉差 匣子是有夹层的 夹层之间放的是宣武皇帝赐给楚家的免死铁券 想想前世便是因为楚南轩将免死铁券做信物送给了谢昭昭 因此谢昭昭才对得深信不疑 没脑子的蠢物 当初如果不是他偷偷将那么要紧的东西送给谢昭昭 如今哪用得着受这等贱人的气 事情已经这样了 您别为那小贱人气坏了身子 不值得 那小贱人长得就一副不安分的样子 公子年纪轻 难免就被迷了眼睛 现在要紧的是先把公子救出来 去 准备一万两银票送到谢家 然后把东西换回来 一万两银子半个时辰 便换成了四海钱庄的银票 让心腹送到了谢家去 谢昭昭也很好说话的将所有楚南轩的东西都整理果当 交还给了那人 这匣子很要紧吗 嗯 要紧的不得了 不过他们现在拿回去也无用了 为什么 因为那里面最要紧的东西现在在我手上 这是免死铁券 楚南轩送你的 不错 若圣上知道他一世遇刺铁券 那他如今的处境便会雪上加霜 话是不错 可是这免死铁券又在我们家 总归还是和我们脱不开干系 我们已经牵扯的够深了 再牵扯一项免死铁券 就算叫楚南轩雪上加霜 我们也讨不到好啊 所以我们不能交这东西在我们家中 娘放心了 交给我办 那你小心些 谢昭昭让雷星带着免死铁券去找了谢长渊 当夜京中北城黑市的拍卖场上便出现了一件价值万尽的拍品 当今宣武皇帝遇刺的免死铁券 如此这独特的拍品一出现 便被监察之人发现立即禀报给了宣武皇帝 宣武皇帝看着皇家影位送上来的免死铁券 遇刺出去的每一块免死铁券 都是朝廷专门铸造的上面有印记证明这免死铁券是楚家所有 你说是他自己丢的还是被别人害的呀 这个老奴也不好说 楚南轩这半年运气都太差了 所有与他不利的事情啊全部都对到了一起 是有些不过每一件都是有理有据 这 西境五年的确长进不少 知道不能只呼叫蛮缠 而是应该中箭出击了 传之 明日早朝之后叫他来见价 手下见那匣子的夹层没被人打开过 所以 神怕耽误夫人的事情就快快回来了 属下愚蠢 属下该死 杨夫人怒到极致 原本他可以幼眠死铁券将楚南轩救出来 夫人 你稳着点 保住身体啊 去 拿我的 信我 找宫里的人 请他帮忙 小妹 哥哥来看你了 五哥 你别跟个孔雀一样随时开屏 这可是在我院子里收敛些 怎么说话呢 我平素一直这样笑 我告诉娘 哎呀 好妹妹 我错了 我下次进你这儿一定板着脸 要是露出点笑容 我站在这儿不还手让你走 你找我绝微斗去 没别的事情了 当然 是有点别的事情啊 你知不知道今日早朝结束 云琪被叫到御书房去了 那又怎么 圣上喜欢他 他回京这几个月 不是每日都到御书房去 这次不一样 我按照你的意思 把棉丝铁券放黑市拍卖了 宫中昨晚已经收到消息 今早叫云琪去 多半也是为这个 今早叫云琪去 多半也是为这个 哦 你还哦 我不偶要如何 嗯 或者 哎呀 你知不知道 圣上大概率是怀疑这件事情 是云琪做的 你难道以为圣上会觉得 是楚南轩自己把棉丝铁券遗失了 最近楚南轩接连出事 云琪可是最值得怀疑的人 二房出嫁那天 梁王府的事情 太子都怀疑是云琪做的 更别说其他人怎么想了 你们最近见了面 他告诉你的 这还需要我告诉他 哼 我每日在外面行走 外面的人都是这般猜测的 前日我的确和他见了一面 看云琪的意思 梁王府似乎和他无关 说是那个傻郡主做的 云琪也是倒霉 背了黑锅 如今你这棉丝铁券的事情 又得叫他背黑锅 小妹那傻郡主制造出的那点骚乱 和你可有关系啊 谢昭昭他也是瞧着有机会 所以顺水推舟办了这么两件事情 也没想着旁人都会怀疑到云琪身上去 我以前可将小妹看错了 这阴损的招数一套又一套 说点正事 云琪约你见一面 晚些时候在庙山堂 嗯 我正好也要见他一面 劳烦五哥还走一趟给我传信 不打紧 你记得五哥的好就是 他日娘找我查的时候 多帮五哥说说好话 行 一定 不过你做好心理准备 怕是要找你兴师问罪 我明白的 他想着约梦也就是为了背黑锅的事情吧 他也属实没想到 旁人会怀疑到云琪头上去 这可是意外 阿琪啊 黄爷爷近日听了一出新戏 名曰霸王别姬 你可听过啊 没有 不过这出戏虽信很有名 旁人与我说过 讲的是西楚霸王项羽 与鸡的轻视学恋 不爱江山爱美人 嗯 就是这一出 你觉得为了美人失去江山 被逼得无言进江东父老兵败自吻 这样的霸王能叫霸王吗 当然能 按照西文之中所说 他的军事才能无人能匹敌 又手握重兵 属下臣府 如果不是被人算起 本不该落得自吻的下场 更不该将兵败自吻 归集到那青色红颜的身上 乃是使也 命也 你信命 信也不信 命术这种东西 缥缈的很 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然而无论信或者不信 我总之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 不争一针 怎么就知道 想要的得不到 怎么就知道 想要的得不到 臭小子呀 你倒是懒得掩饰你自己呀 你不想服输就和爷爷对着干啊 黄爷别冤枉我 我什么时候和您对着干了 装什么糊涂啊 以前为了那些招招 不过脑子乱高 如今倒是过了脑了 将旁人啊 踩到没有翻身之地 为了个女子呀 你花这么多的心思 值得吗 黄爷以前呢 曾与我说过一句话 作为女人争权独立 亏事半功倍 我是这样说的 黄爷就是这么说的 宣伍皇帝冷喝一声 当初分明是嘲讽 鹿州总兵马 为了个貌美小气 丢失城池 实在愚蠢 云其他还原话拿来噎他 嗯 放肆 前日仪轨先生 帮父亲看准时说 生气伤甘 要想养生 要尝心尽气 保持好心情才是 黄爷气我骂我都好 比比那伙就想 朕当算将谢家全家 贬出出京 秋末冬初 正午的阳光 顺似炙热飞肠 梁王府御禅院内 有个衣衫脏乌 身形鲜瘦的人影 什么了 将军都比他他人喜欢 郡主 今日就到这里吧 你也累了 休息休息 明日再玩 这几日 他便忽然突发奇想 让谢星辰 学将军 对他摇尾几连 做得像呢 就赏了一口饭 做得不像 那就只能要他 一直和将军待在一起 认真学习了 我还没玩够 你过去把他弄醒 叫他爬过来 将军最喜欢 舔我学尖的珍珠了 就太一学一学 那让他学一次就歇息 郡主都没用午膳呢 那你还站着干嘛 把午膳拿过来呀 可是这里这么臭 他这副样子 岂不是影响郡主吃东西呀 太曾太臭了 等郡主吃饱喝醋 我休一会下门 那好吧 把他给我吊起来 我就不信 他学不会将军的动作 是是是 郡主这边起来 那长毛的将军 也熊啾啾气昂昂的 跟在云山身边离开 二婶 这几日思过的感觉如何 小贱人 二婶以前最爱装柔弱和矮了 如今这是装不下去了 那很好 我最不喜欢和戴着面具的人说话呢 莫宝斩的东西 是你给弄走的 对不对 不错 我大方的东西 当然都该收回来了 除了莫宝斩 还有你给你的宝贝女儿 准备的那些嫁妆 我也一分不差都收回来了 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在他出嫁的前一晚 我便将箱子里的东西都换了 换成了石头 还是乱葬岗边上捡来的那种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让他在梁王府怎么过 你这个学习心诚的狗东西 他是你姐姐啊 我姐姐 他又真当我是妹妹 又起会和我的未婚夫 安度陈仓五年 甚至更久 说真当我们是家人 更不会剧图你们自己的荣华富贵 中保私囊 将我们大方当傻子一样 供你们驱使 你们背后都是怎么说我们的 你们母女恨极了爹爹和娘亲 恨极了大方所有人 认为我们踩着二叔的尸骨 才走到今日 我们就该供养你们 该让着 该叫你们搜刮走银钱财宝 该为你们铺路 奋起蛇心心肠 二神可比我历史多了 奋起蛇心肠 二神可比我历史多了 你胡说 我和仙城根本没有 你不承认也无妨 反正也不会改变什么 二神就好好的幽闭思过 不要此残生吧 不 我要见大伯 我要见你爹 你敢不给我通传 我继续 继续别撞死在这里 你试试看 你现在就撞吧 死了便说 你是因为交出谢仙城那种不舍夫道的女儿 羞愧难当 最近了 你也能落个好名上 撞柱子吧 柱子揭选 二神用尽全身的力气 一定可以一次成功 不会痛苦太久的 到时候 不守护到这事 就落到谢仙城一个人身上了 对了 我还听说 他在梁王府过得很惨 梁王有个傻女儿 二神知道吗 最爱折磨人了 如今你那宝贝女儿 就是他折磨的新对象 也不知道他能撑多久 倒是双眸发胀 梦然间 呼一声 喷出一口血来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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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过去了 喊什么 昏倒了 那就请大夫 二神总归是我的长辈 难道我还能看着他出事 袖手旁观不成 你一起好好照看着吧 大夫等会儿就来